好 然后呢 后面的医生呢 尽管呢 也是很配合啦 但是呢 他的康复啊 去病如抽丝啊 康复特别慢 所以下句话说 Though the doctor did his best The patient's recovery was slow 尽管医生已经尽最大努力了 但病人的康复却是非常缓慢的 这治病不能着急 这个 啊好 我们先看这个里边这个竭尽全力了 这是咱们复习28个刚刚讲过 本文中用的是do what's best 或者try what's best 这是表示竭尽全力了 他说去做某事呢 可以在这to do 本文中当然是让他病治好了 都知道是什么了 后面出租就没有了 还可以用什么来着 咱们复习 刚刚讲过do或者try what's utmost to do 竭尽全力做模式 把那best换那atmost 这个也对 我们还举过四册的例子 啊 再28个 还有呢 也可以用do everything 或do all one can to do something 把某人做的每一件事或所有事都做了 也是竭尽全力 而且当时我们看过术后题 今天再看一看是不是有更深入的体会 141页的第9题 141页请看第9题 这句话说 do the doctor 尽管医生要符合原文中 原文中是竭尽全力了 这里选哪个呢 A选项 work very well 工作得非常好 工作得非常好 老实说了 他未必尽全力 跟尽全力不一样 B选项 不可能再好了 我们说我不可能再好了 跟尽全力 一点关系没有 为什么呢 他如果说医生的表现 不可能再好了 那么是尽全力了 但注意主语是医生 医生不可能再好了 比如说王医生 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了 跟他是不是本人尽全力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注意这逻辑不要搞错啊 B也排除了 那么C选项 技术极其出色 技术好跟尽全力没关系 C排除了 只能选B Did all he could To do all one can 对吧 竭尽全力 这用细语了 这个是正确的 还有我们讲过的做复习 Give once all to do something I have given my all 我尽全力了 还有Spare no effort to do 不遗余力地做 还记得吗 刚刚讲过 还有一个 Go all out to do 我们还讲过一个听力题 Go all I have gone all out 我已经尽全力了 都可以 只不过呢 这些用单音节的字上的口语中用的多 Give once all Go all out 就在口语中用的更多一些 都是竭尽全力 这是复习 咱们以前讲过 但是大家回忆一下 在二之八课里面讲的尽全力 是不是有一个 Lens在里面 还记得是什么吗 看大家有没有仔细复习 叫做 Go to great lanes To do something 竭尽全力 费了很大力气去做模式 竭尽全力做 这个 别忘记 复习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一行 一百三十四页第十一行 The man went to great lanes To prove that the diamonds were real 这个男的竭尽全力 想证明这个钻石是真的 哎呀 你相信我吧 买下来吧 一定错不了啊 竭尽全力 还记得吗 二十八课刚刚讲过 一定复习好 因为考试中 我不知道他考哪一个 我们最好的备考方法 七八湖水都开 你滴一下吧 因为考试往往说 哪壶不开滴哪壶 你哪个没复义到的 专门考那个 我都会了 你随便考 天王老子来 我也不害怕 但是 The patient's recovery 我们讲了康复 恢复原状 Ware slow 康复是非常缓慢的 怎么个缓慢法呢 你看 到了圣诞节了 腿还是美好 On Christmas Day The man still had his red leg in plaster 在圣诞节的当天 这个男人的右腿还在 还打着石膏绷带呢 还出不来 On Christmas Day 这是复习 我们可以说 On Christmas Day On Easter Day 可以表示 在圣诞节这天 或者复活节这天 这个时候 这个day 地要大写 这个时候在某一天 当然叫on 但如果表示 在假期期间 因为像圣诞节 复活节中重大的 这个宗教节日 要放长假的 假期期间 是应该用at Christmas 或者at Easter 这不是在那天了 而假期期间 可能有一周 甚至十天走的长假 这个时候叫at 这个别忘记啊 这次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忘记 在复习第八课 42页的第15行 最后到第16行 42页第15行末尾 到第16行 The only regular visitor to the monastery in winter are per-diesel skiers who go there at Christmas and Easter 那么圣诞 这个修道院 在冬天的常课 唯一的常课 就是一队一队的滑雪者 他们在圣诞节 或复活节期间 到这来滑雪玩的 这个一天恐怕 往往够呛 他们住在那可能对 所以用at是对的吧 这是在节日期间 本分钟呢 是在圣诞节当天 用on 而且后面那个day 必要打写 注意 把它记住 就是复习 The man still had his red leg in plaster 这个have表示 还是某种经历了 他的这个右腿呢 还是在石膏里面 就打着石膏绷带 其实更通俗的 也可以这么说 这男人的右腿 还在石膏里面 也可以这么说 The man's red leg was still in plaster 也行 plaster 这个熟石膏 怎么知道就行了 男人右腿 依然打着石膏 并还是没有好 当然咱们可以想象 这天过得 非常的别扭 郁闷 He spent a miserable day in bed thinking of all the fun he was missing 他在床上 度过了悲惨的一些 这么一天 想着他正在 失去的那些乐趣 咱们做过语法 成分分析 He spent a miserable day in bed 这个spent 我们说了 可以表示花费 也可以表示度过 在这发生度过 更好一些 他在床上 度过了悲惨的一天 miserable 咱们以前讲过 非常悲惨的 后面那个thinking 一直到剧末 这明显是个伴随壮语了 在床上度过的同事 在干嘛呢 同事在想着 think of 逻辑主语还是他们 所以用非味动词就好了 all the fun 所有的乐趣 什么乐趣 he was missing 但是定语从具 修饰这个fun 相当于which he was missing which 关系带子作宾语 被省掉了 考虑 想着 他正在失去那个乐趣 别人在玩 我在医院里 打着手石膏 躺在床上 哎呀 真倒霉 但是好在转过天来 哎 医生说 好消息来了 你快出院了 你看下句话说 the following day the doctor consult him by telling him that his chances of being able to leave hospital in time for new year celebrations were good 这句话稍微长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the following day 明显在剧中做壮语 转过天来 时间壮语 然后however 是插入语了 然而 我们说这个词 一般做插入语了 然而 转过天来怎么样呢 the doctor consult him 医生安慰他 到这 剧的主观结果 其实已经完了 为什么呢 后面那个by doing something 从by开始 一直到剧末 那明显是方式壮语了 用这个方式来安慰他 好了 用哪个方式呢 by telling him that 通过告诉他什么 这个that从句开始 从that开始 一直到剧末 这个黄颜色的句子 明显是做前面 tell的宾语了 牵套在 这个by引导的方式壮语 内部的一个宾语从句 做其中动词tell的宾语 那么告诉他什么呢 宾语从句里面说 his chances 他的这个机会 他的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画横线的部分是 借词短语来修饰这个可能性 就是借词短语 画横线的部分 修饰chances 什么可能性呢 他能够出院 及时出院 赶上新年庆典的 这个可能性 怎么样 we're good 是蛮大的 注意可能性大 在英语中 可以说可能性好 咱们一会会做可能性 这个表达的总结 这是整个的 这个比较复杂的句子 语法成分的分析 下面看看细节 那么console不说了 咱们讲过去安慰 后面是方式 用这方式来安慰 关键看这做某事的可能性 咱们看一看 本文中把它提炼出来 其实 his chances of we're good 他的做某事的可能性 是蛮大的 这是本文中用的这个 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the chances of doing something 我们说we're good 注意这个 chances可以翻译可能性 一般用复数 但是表示可能性大 可能性小 这是可能性大 我们还有可能性小的表达 咱们看怎么说 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请看五十九课 二百六十四页 第十四行末尾 到底十五行 二百六十四页的 十四行末尾 到底十五行 五十九课 出现可能性小 你看怎么 见过之后 可以用呢 as she's not rich the chances that she will ever be able to afford such purchases or are remote but she's never sufficiently strong minded to be able to stop the practice 因为这个女人呢 并不太有钱 所以这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它能够付得起 这些东西的可能性 买得起的可能性 是非常渺茫的 但是因为它从来 也不能够足够的 一直坚强 来停止这种做法 你看这用的是 the chances that 后面加同位于从具的 我们刚才是后面加off off借次端语 off也可以引出同位于来 这是呢 同位于从具 也是同位于 可能性小 用的是可能性渺茫的 用are remote 咱们的结构提炼出来 看能不能造句子 某人做某事的可能性 第一个表达 用的是 once chances of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的可能性 用off引出同位于 做前面chance同位于 第二个是 the chances that 这个可能性 后面加同位从具 来描述这个可能性 也像 然后可能性很大 可以用are good 但是注意 也可以用are high 但是很少用are big 用好或者很高 用这个 建构再写 可能性很小呢 可以用small 这个时候可以用小 这跟中文类似了 也可以用slide slide就轻微的吧 轻微的微弱的 也可以用 咱们59号 叫做remote 就渺茫的 很遥远的 都行 small slide remote 这个表达可以用 咱们造一个句子 他赢得这次比赛的 可能性很小 那么我们用两个表达 分别来说 第一个 one's chances of doing something 都多好说 his chances of winning the game are remote 就好了吧 比如说我们用remote 这个词吧 那么如果第二个 the chances that 咱们说出看吧 the chances that he will win the game are remote 你看效果一样 the chances that he will win the game are remote 他赢得这次比赛的 可能性很小 如果很大呢 可以换成are good are high 这个都可以 这是做某事的可能性 如何如何 用这个结构 咱们放心可以用 造句子 谁也不敢说咱们错 谁说咱们错 他本人一定错 因为新概念是世界经典 比字典更可靠 永远错不了 哎呀不白学啊 不白学 文文中说呢 什么可能性 being able to leave hospital 上上文刚刚讲过 leave hospital 出院了 赶上新年庆典 注意for new year celebrations 对celebration可以变成庆祝 但celebrations用复述 可以变成庆祝活动 庆典 赶上新年庆典的可能性 是蛮大的 尽管圣诞节没有出院 但是我们元旦的时候呢 这个庆祝活动 还是能参加的 这男人一听 当然很高兴了 哎尽管圣诞节没过程 但是你看 还有好事 在等着我 the man took heart and threw in up on new year's eve he was able to hobble along to a party 这个男人呢 他一听受到了鼓舞 并且果然 在新年前夜 他终于能够一瘸一拐地 参加一个聚会了 the man took heart 这个不能翻译成 这个男人又被摘出心脏了 摘出心脏就死了 这不是这个 把心拿走了 什么叫take heart呢 特别简单 这是习语 take heart means be encouraged 受到了鼓舞 这是固定习语 习语不能拆开翻译 我们大神来读一下 take heart take heart 受到了鼓舞 可以跟他的反译词同时计 叫loose heart 叫灰心丧气 loose heart 灰心丧气 但注意变戏 如果 lose one's heart too 这不是灰心丧气了 这是爱上了某人 I have lost my heart to that charming girl 我爱上了那个又魅力的女孩子 这是爱上某人了 但loose heart 单独使用 是灰心 take heart 是受到鼓舞了 百分钟 took heart 一般过去就是 这男的受到鼓舞了 并且果不其然 and sure enough 注意这是习语 sure enough 不能发现足够的肯定 习语不能乱翻译 不能拆开 一定放在一块 它相当于as expected 正如预料到的那样 翻译成果然 或果不其然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ure enough sure enough as expected as expected 正如预料到的那样 果然 果不其然 怎么样呢 on new year's eve 这个eve可以表示 重要日期的前一天 或者重要日期的前一夜 都行 这个eve我们说也可以表示 亚当下娃 那个下娃 只是前一天前一夜 它的借词搭配 要跟on 来搭配 on new year's eve 就杨丽除夕这天 12月31号 它终于能够怎么 hobo是一拳一拐地走 一拐一拐地这么走 along 这个地方不能排着沿着 因为along表示沿着 它是个借词 后面的家闭语 你本文中没有闭语 不是沿着 along其实就是向前的意思 forward 往前走 一拐一拐地往前走 参加一个聚会 along不是沿着 就是向前的意思 一拳一拐地往前走 参加了一个聚会 一路无话 什么 既餐可饮 小心夜宿 就到了这个聚会上了 我们说了 to compensate for his unpleasant experiences in hospital the man drank a little more than was good for him 前面这个 to compensate for his unpleasant experience hospital 这个动词不定是短语 明显是个目的状语 为了 come said for 刚说过 就是弥补了 为了弥补一下 他在医院里的 不愉快的经历 李老师说过 experience 表示经验 是不可数的 表示具体的经历体会 就可数了 这里是经历 不愉快的经历 怎么样呢 the man drank a little more than was good for him 这个男人酒喝的 比他对他有好书的酒量 稍微多了 那么一点 就酒喝高了一点 但用同学说的 then后面怎么跟了 味道词 was good for him呢 这个then后面 可以直接加味道词 这是英语中文 常识的 尤其用在书面中 当然大家注意 这个结构 我们得看一看 他后面省略的是什么 那么关于这个 then后面 这个省略的结构 众说纷纭 很多语法书 看法也不统一 但李老师认为 这种解释 是最好理解的 也我们比较好接受 而且容易记 是什么呢 就是then后面 可以跟宾语从句 但是这个then后面 宾语从句的主语 往往被省略 then后面的 从句的主语 往往被省略 这么理解 他更好理解一些 这then比什么呢 what was good for him 比对他有好处 那酒量多了一些 what引导宾语从句 但是这个主语 一般被省略 所以省略之后 我们就记住then 后面可以直接 加位语动词 就好了 这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语法结构 而且相当常见 还相当常见 你不信看 我们在38课里面 也出现了 咱们看174页的 最后一句话 174页课文的 最后一句话 It seems that man was making a real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seasons 20,000 years earlier than has been supposed 你看then后面 也跟位语动词了 就看似啊 这个人类呢 比我们被预想的 要早两万年 就可以开始努力 去理解季节的更替了 比我们预想的 then has been supposed 位语动词 has是主动词 可以看的 then what has been supposed 你可以看的省略的what 就好了 这个结构跟他一样 这种省略特别多 我们看几道 当年的考试真题 来体会一下 而且这个结构 特别常考 咱们看知道之点之后 忙管管怎么考都会了 看这个真题 The project requires more labor than什么 because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这个项目 需要更多的人手 比什么呢 比什么要更多 因为它极其困难 比当初 后面都是用be put in 但当初被投入的呗 then 后面可以直接加位语动词 所以首先把c和d都排除 cd都是非位语动词 第一个是分词 第二个是不定是非位语排除了 ab都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但是labor可数嘛 labor这个词不可数的 如果用labor或者worker是可数的 但labor表示劳动力是不可数的 那么英诗品写着labou 这个词不可数 到了第三时刻 下一刻数 幽灵之死 咱们还会去讲到 既然是不可数的 当然得用单数的has been put in then has been put in 将来then what has been put in 比被投入的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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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多 需要更多 再看这个题 we often advise him not to drink more wine 什么is good for his house 我们总是建议他呢 喝酒不要喝的 比对他健康好处的酒太多 既然有more呢 他后面他用then的 只能选then正确 而且then后面可以省略主语善 then what is good 那what被去掉 then is good 结果新干件三册同学这句话纯粹白给 为什么这个结构跟本文中29颗结构如出一辙 一样 再看这道真题 the experiment requires more money than 这个试验需要的比什么要多一些的钱呢 你看be put in 还跟那道题几乎一样 被投入的钱呗 那么首先把be和d都死了 因为这两个都是非卫语的 卫语只能用a和c里边 钱是不可数 选哪个 选c嘛 has been put in就好了 多简单呢 再来一个 the indoor swimming pool seems to be a greater deal more luxurious than 这个indoor是室内的 室内的游泳池看似 比什么要这个奢侈的多 比什么呢 比必要的要奢侈的多 then 一下子bcd都死了 为什么 bc是非为动词 d呢 家主语可以 但必于从中 what is necessary 不可能it is necessary 这d也错了 只能选a then what is necessary what 被省略了 来 这么一个 所以这个结构特别简单 咱们的基础就好了 好 这个未来到了第38课 咱们还会再次复习这个词典点 然后我们描述这个聚会证的场景 他说了 这个in the process he enjoyed himself thoroughly and kept telling everybody how much he hated hospitals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过得特别开心 比较跟每一个人不停地叨叨 他多么地恨医院 先看语法成分分析 in the process 豆豪前这黄颜色的是一个时间状语 在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process表示这个聚会了 在聚会过程中 怎么样呢 能不能翻译成 他特别喜欢他自己 不是喜欢自己 enjoy oneself 固定习语 这中学就讲过 have a good time 过得很开心 thoroughly 就彻底的 就彻底爽了一把 特别开心 哎呀疯狂的 跳啊笑啊 叫啊尿啊 大家太兴奋 背不住尿 也背不住尿啊 总之分析开心 哎呀特别开心 and and引出病了去 第二句话主语还是气 所以第二句话主语没了 并且不停地跟每个人说 keep on doing 或keep doing都行 讲过了 讨厌的 跟每个人说 说什么呢 how much he hated hospitals 明显是how引导 how many引导 避玉从去 so tell the 避玉 跟每个人说 他多么地恨医院 再也不去医院了 这么一个结果 当然第一个 我们说 enjoy oneself 相当于have a good time 过得非常开心 那百分钟可以替换 he had a good time 或者he had a great time 都行 他过得很开心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且呢 keep telling everybody 这就相当于第十四行 咱们再看看 十四行中的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一样的 不停地 让医生 这个纠缠医生 这是不停地跟别人说 是类似的 可以去掉 how much he hated hospitals 这个患者 他恨医院 恨到什么程度 how much 经常可以变成 to what extent 在什么程度上 cap telling everybody to what extent he hated hospitals 在什么程度上 恨医院 恨到什么程度 extend是程度 是跟to搭配的 你看我们在那个什么 加利比海盗里边 出现了这么一个 对话的片段 第一个说 to what extent do you love her 你爱她 爱到什么程度 有多么爱她 第二个说 I'll die for her 我很愿意为她去死 你多么的爱她 到什么程度 to what extent 这个答题用的也对 好 最后一句 he was still mumbling something about hospitals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when he slipped on a piece of ice and broke his left leg 这句话稍微复杂一点 还是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白颜色的正体字 没有下滑线的 还是句子主干 特别短 就是第一行 he was still mumbling something 他还在疑 他依然在咕噜着什么东西 这个mumble m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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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表示 模糊不清地说 尤其在抱怨 难受 别人听不清楚 可能是在跟自己说 或者喃喃自语 在嘚巴 咕噜 总之 发音不清楚 别人听不清 那么动词员 像是mumble 再读一下这词 mumble 分词呢 去掉e加ng就好了 他依然在嘚巴的一些东西 别人也听不清 反正是抱怨了 后面说 about hospital 这是后知定语来修饰这个something 关于医院的某些东西 医院呢 医院医院 然后后面呢 时间中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就是在聚会的末尾 快结束的时候 依然在抱怨医院 when 引导是时间壮与从句 里边有个end的连接 里边其实是两个句子 并得到一块 第二句话主语还是he 所以第二句话主语没了 这时 他在一块儿 并上滑倒了 并且把左腿又摔舌了 这人可能还得再次回医院 这可倒霉了 这就是并太幽默 大家是否觉得可笑 但是这个win呢 大家注意 翻译成这时 或者翻译成突然 这是咱们讲过的 为什么 因为从句中用的是进行时 这个主句中用的是进行时 he was still mumbling something 这个时候我们说了 主句用进行时 或者be about to do 那么从句中的win 它翻译成这时或突然 而且这个时候 是尤为英语中句子原则的 为什么呢 它的重点信息在win从句中 左腿摔舌了 这是重点信息 而double这是次要的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重点在主句中 但这种从句是特殊 它的信息重点是在从句之中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知识 再复习一遍 这是我们在早在23课讲过的 就是主句中出现什么 咱们在复习 第一个出现进行时 第二个出现be about to do 就是正在做 或者正要做 这个时候加从句 win反映成这时 或者突然 而且这个时候 win从句是重点 主句反而是次要信息 咱们复习几个 比如我们先看本句话中 he was still mumbling something 和我们这个win翻译成这时 他正在嘚伯什么东西呢 这时 滑倒了腿摔舌了 对啊用win 反正这时会突然 还有23课 114页13到15 114页13到底是15 这个想法从未吸引过我 但有一天在一起大阵雨之后 注意 I happen to be walking in my garden 我碰巧正在花园里散步 也是进行时 只不过是不定式的进行时 win反正这时 我注意到很多蜗牛 在我心爱的植物上散步的 这个win也是这个情况 好再复习 我们在这个第32课提过这句话 150页的20到21行 150页的20行到21行 The current had been sailing in a convo 用的是过去完成进行时 他也是进行时啊 卡伦浩正在驶往俄罗斯的 护航的船队中行驶 突然他被敌方的潜艇 用鱼雷打中了 win 后面从具内容更重要 被鱼雷打中了 关键信息 还有34课出现 Be about to do 158页的十四到底是五号 158页的十四到底是五号 The morning passed rapidly and Frank was about to leave when he noticed a large packing case lying on the floor 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并且弗兰克正要走 Be about to do 突然他注意到 在地板上摆着一支大板条箱 这是重要信息 箱子里面藏着宝贝 终于发现宝贝了 你看了吗 在这种句子都有这个特征 主剧中出现进行时 从具win 反正这时或突然 而且记住 永远从具中的信息 是核心信息 这是英语中相当罕见的现象 一位李老师说 一般核心信息在主剧中 从具非位于独立主文 往往是次要信息 但这种剧情是相当罕见的一个剧情 它的核心信息其实在win 从具之中 本文中又是一个例子 这个左腿又摔射了 注意这个slip on a piece of ice slip就滑的意思 在一块冰上滑倒了 叫slip on a piece of ice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词 不要读sleep 那是睡觉了 这发短音 不是e 打上来没 slip slip 发 slip 这么一个声音 这是滑倒了 冰是不可数的 所以一块冰不能说an ice 一个说a piece of ice 冰不可数 在一块石头上半倒了 这个半倒可以叫trip 半了一下 半trip over a stone 可以同时记在石头上半倒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trip trip 在这不是旅行 而是半了一下 半倒了 当然这个slip本来表示 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滑 意外的滑了一下 派生意呢 就可以表示 小失误 小疏忽 小错 当名词来用 a slip of the pen 笔尖不小心滑了一下 什么意思呢 笔物 这个slip表示a minor mistake 一个小错误 然后呢 我们还看新概念第二册 第89个题目 就出现这搭配 二册89个题目 a slip of the tongue 舌头不小心犯了个小错 什么意思 口误 不小心说错了 叫口误 这也是新概念二册 第89个题目 就是口误 好 29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故事 叫病态幽默 来描述这个幽默的不同类型 人们对幽默的反应 非常有趣 里面重点知识点 大家发现特别多 既有新知识 又有复习 所以咱们刚好是温故而知新的 一个重要文章 希望大家 好好复习 把知识点牢牢 要巩固住 一些新的知识 在后面的文章中 还会再次复习到 好 第29个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